Hello大家好,我是赵军,这里是赵军日记问答 前段时间有一个新浪微博的小伙伴 叫做没事飞出小宇宙一下 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使用的是全画幅的相机 在拍摄儿童的时候不知道该使用什么样的镜头搭配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就是该使用什么样的镜头搭配给全画幅相机用来拍摄儿童 其实拍摄儿童有几个层级 我们这样来理解 就是首先要拍得到,对不对 就是小朋友在那里跑来跑去 你要拍得到他 另外一个就是拍得好 关于拍得到和拍得好 每个人的评价标准都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他也有不一样的解读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在户外的情况下 如果你在户外拍摄儿童 那其实用变焦镜头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因为小孩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会跑到什么地方 所以用一支标准变焦镜头 比如2470或者24105 那么这样的镜头都适合在户外用来捕捉儿童 当然如果这个小朋友跑得更远一些 你想有一些抓拍的话 那么其实使用更大的一些变焦 比如说70200 70300也是比较好的一些选项 我在这里说的是焦段 并不特定的去指某一支镜头就是合适的 好 这是解决拍得到的问题之一 就是用不同的焦段用变焦镜头会比较合适 另外一个拍得到 就是我们有可能是在室内 也有可能光线不好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情况拍得到 就需要你的镜头有比较大的光圈才可以拍得到 否则的话你拍到的画质可能会比较扎一些 噪点会比较多 你对这样的画面也不会特别的满意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解决拍得到当中的光线不好的情况下 或者弱光环境下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大光圈的镜头 这是跟大家说到的两点 一个拍得到当中的一个是焦段问题 另外一个是光圈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拍得好的问题 很多朋友就说拍得好 是不是定焦啊 大光圈啊 是不是拍得好 首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对拍得好有一个固有的一个思维 就是什么是拍得好 背景虚化 就是皮肤通透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认为是拍得好 所以我认为拍得好 可能是大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优秀的儿童作品 会觉得我就想拍成这个样子的 我认为这样就是拍得好的 而这些作品很多是背景虚化 很柔美 然后色调很舒服 也就很多朋友看了这样的照片 认为我只要买了全画幅相机 我只要买了高档镜头 我拍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并不是 那来说一下拍得好的问题 这个话题很复杂 那我只从器械方面来跟大家说 因为还虔诚到技术 还有引导小朋友的这个摆姿 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 什么样的镜头能够拍得好 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焦段 如果你的这个小朋友 是刚刚出生 或者是一两岁 也就是他的身高并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那其实要解决拍得好的问题很简单 你只需要买一个50毫米的定焦镜头 那么各个品牌都会有50毫米的入门级的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比如说501.8对不对 各家都有 而且价格几百元千八块对吧 那这个镜头就可以让我们再跟小朋友 在比较合适的距离的情况下拍到他的全身相 而且光圈足够大 背景能够有足够的柔美 并且我们还可以在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来拍 比如说在家里面不开闪光灯 或者是在户外 这个光线并不太好的情况下 都可以来进行拍摄的 然后这个小朋友可能会逐渐的长大 逐渐长大你会发现 50毫米拍这个小朋友 比如到了5岁以上 你会觉得你想拍他全身 其实离他还是蛮远的 这个时候35毫米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35毫米你会离他距离比较近一些 如果是大光圈镜头的话 背景也是可以保证足够的柔美 而且你会离这个小朋友距离足够的近 这个是我首推的两个焦段 那么这两个焦段是你用的应该是最多的 当然如果你要是在户外 还想拍出背景虚化非常柔美的 你可能需要一只85毫米的定焦镜头 那么这个时候 85 1.8就已经可以带来卓越的背景虚化 以及人物跟背景的分离的情况了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说到的三个焦段 35 50和85它所针对的使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是觉得变焦太麻烦 如果你要是觉得定焦太麻烦 你要想使用变焦镜头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就是我在这里还是首推 建议大家使用24-70这样一个焦段 因为这个焦段你用的会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到的 拍得到和拍得好 然后结合两点来进行选镜头 刚才说了这么多镜头 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 这些镜头都买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因为我也没有这么多钱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镜头当中 你最需要的一支是哪一支 然后选一支开始使用 如果你会觉得你的技术也并没有那么好 你想从一个便宜的镜头开始 然后还希望有比较好的画质 我建议是501.8这样的规格的镜头开始入手 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明确的目标了 你应该会选择 如果你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自由度 我还是更推荐变焦镜头 如果在变焦镜头当中 我们都知道光圈越大越好 但是光圈越大也代表着就会越重 也代表着会越贵 所以选择合适的镜头 如果要让我给出一个答案的话 我会觉得一个定焦和一个变焦 加到一块的应用会更加的方便 比如说一个501.8 这个是又便宜又轻巧 然后画质应该是不错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选择一个2470或24105之间焦段的镜头 这样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会觉得非常的惬意 会觉得非常的方便 OK 今天是赵军日记问答的第一期 当然我是突然想到了 就是想做这样的一期内容 因为我会发现之前有很多的视频都脱更了 脱更的原因很多 因为可能拍摄需要具备很多环境 西安最近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家里的器材已经堆积成山了 而且有些器材是需要我和我朋友一块 才能完成拍摄的 那就这种脱更的 我觉得很长时间跟大家见不到面 也不太好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在我的 不管是B站YouTube 或者是新浪微博 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我的微信的朋友圈 或者是微信群里头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单独解决大家的问题 似乎只是帮助了一个人 而有一些问题真的是很有针对性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推出这样的一期 能够每天跟大家见面的 真正实现赵军日记 就是每天跟大家见面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节目 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摄影方面 数码器材方面 或者是拍摄心得 以及拍摄理念方面的一些话题 如果你也有想说的话 或者是想问的问题 欢迎从后面的这一些社交网络的方式 关注我并且给我留言 争取明天见哦